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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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他是一個我們這學期的 教了所有事長在一來 他是第一個 他的整個生命最像是 現在的大學教授 他就一輩子 就是在同一間大學教書 那甚至當他 可以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他都沒有離開他想要教書的 那個城鎮和學校 他就一直等等等 他等到大概三十幾歲才終於等到教職 就在那個大學教書 他就教到這個 死掉 都在那個大學 然後康德其實是一個 教書非常非常有趣的人 而且他教書的有趣 是遠近馳名幾乎整個德國 那時候是普魯士的知識分子 都會來聽他講課 然後大家據說 聽他講道德哲學的時候 都會興奮流淚 驚呼狂歡 他是一個非常善於用這個 例子去講解 他要講解這個道德理念的人 那他事實上他早年一直在教書 他主要是以教書為主 然後演講非常非常有名 那他一直到了很晚 大概四五四十歲的這個 四十五歲之後 他的思想還慢慢成形 然後到大概五十歲左右 才開始出他的第一本書這樣 那 那 據說他的生命是一個非常 按照他自己的這個道德體系 推演出來的這個行為主義者 生活的人這樣 那傳說他小時候 是一個非常不快的一個幼年經驗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很容易憂鬱的人 可是呢 跟他交往的朋友們 永遠看他是很開心的這樣 然後他總是那個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就是說 他很早起來工作 大概是早上五點 然後工作大概到九點多的時候 就去大學就去講課 然後講完課回來之後呢 就在休息一下 大概下午大概兩點左右的時候 會有一餐 然後據說那一餐是他大概 整天中唯一的一餐 不過他那一餐會邀請他的這個朋友們 和學生們 來他的這個house吃飯聊天一樣 然後大家永遠發現 康德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就是那種非常愉快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這樣有趣的事情 然後有非常愉快的一個聊天的下午這樣 然後康德很早就去睡覺了這樣 那所以他的學生發現啊 其實康德他是一個 本性上其實是一個憂鬱寡歡的人這樣 因為他的這個道德原則 可以有一項是這個必須要讓自己快樂這樣 所以他就是很努力讓自己得快樂這樣 不過他到了晚年的時候 然後他應該是得了他的這才摸證 像他的理性慢慢的 慢慢的沒有像以前一樣這麼的這個有效 所以他就進入了一個非常憂鬱的一個狀態這樣 大概是這樣這樣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什麼太精采的一個經歷這樣 那可是他 他那個時候的德國這個布魯士的這個軍王 有幾個是非常有這個其農的元件 然後試圖想要讓整個布魯士的這個言論自由 學術風氣更奔薄更有創造性這樣 那康德很幸運活在那個時代裡面 所以他 他事實上他那個時候的這個布魯士的大學 是非常非常具有很多活力的 好 那 那事實上大家會發現 康德他大概最核心的一個理念 是被這個盧梭所啟發的 這個理念就是說 我們要找到一個普遍的律法 來管理我們自己和我們和他們互動的生活這樣 這是一個人獲得自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樣 進行一個普遍的律法 而且這個律法呢 要是你自己定立的法律 你要自己定立這個法律 而且這個法律不要是個普遍的律法 普遍就是說對每一個人都是普遍公平的這樣 然後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事實上你獲得了某種 盧梭把它稱之為道德自由 這個 文藝他文本裡面實上是有這句話 就是說 人從自然狀態簽約 進入一個國家公民狀態 那你實上失去了很多 你不知道有過去的那些 自然的美好的自由 或者是這個原住民部落般的那種自由 你失去了很多 那 而且他某個意義上是一個枷鎖 可是盧梭也說 可是你身上獲得了一些東西 包括你獲得了道德自由 你失去了自然自由 可是你獲得了 盧梭的時候 能夠獲得的自由大概有三四種 一個就是你獲得了財產權的保障 那他你的保障身上包括你的行為 你的人生 你的這個所有的零土土地 你的家 他是被保障住的 你可以任意做你想做的事情 不會被別人干預 這樣 那這個也隱含了所謂的 這個公民的 cibel的這種 freedom cibel freedom 比較像是法律所保障 你不被他人侵犯的一種自由 這樣 但如果說野宙 你還有獲得另外一種自由 就是所謂的道德的自由 這道具就是你呢 只遵守你自己定義的法律 而且這個法律呢 你跟在一起生活的人 是想辦法定義一個普遍的法律 那盧梭說你在其中獲得了某種道德自由 那盧梭講得很短暫 我們不太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是道德自由 你所謂的道德自由是什麼意思 這樣 我們目前學到的自由裡面 好像沒有所謂的道德自由這件事情 這樣 對不對 那盧梭說大概暗示說 你進入國家窩密狀態之後呢 你會不再完全按照自己的這個衝動 或者是這個欲望形式 你會先去諮詢你的理性 然後你先會告訴你要論從一些義務 所以你諮詢你的理性 然後諮從一些義務 你在你的公平社會裏裏 你會做這件事情這樣 你看他講的這些東西 跟事實上康德他一輩子要講的事情 是他輪廓的事實上 已經完全澄清出來了這樣 那他們的觀念不同在於說 你看喔 如說他為了找到那個 我們這群人可以遵循的那個普遍法律 他必須要從整個政治共同體的 基本的組成 基本的原則 然後他的這個法律怎麼產生的過程 人們互相連結的方式 公民大會審議的程序 公民大會這個組織 然後還有他和行政權的關係 他必須要從整個政治社群政治原則 政治過程的設計 才能夠慢慢去讓這群人發現出 什麼是一個對他們來說真正普遍的法律 如說他的話我講講老公公 去講這個法律是有可能的 如果經歷這些政治上的過程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說他這麼辛苦的去設計 整個政治社群的這些東西 機制 來去確保普遍法律是可能的 那當然主要原因就是 他不認為人可以透過理性的自我反省 包括哲學家之間的這個對話討論 哲學家的個人的反省 可以找到什麼叫做普遍的法律 或者什麼叫做公平的原則 他覺得純粹從理性中你是找不到的 那過去不管是亞里斯多德講的這個人做為政治動物 人就是有一個自然的目的 想要去完成自己 然後做成自己的一個最高形式成為政治的動物 如說說這個人是不是要成為最高動物 好像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目的 這很難說你所說的那種政治的動物 他所享受的所謂的最完整的快樂 我會跟你有一樣的快樂 他不太覺得說人的這個 所有人都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目的 一定要成為政治的動物 然後一直會享有最高的快樂 他不太能夠分享這種亞里斯多德式的這個理念 然後他也不太能夠去分享這個 自然法的這些學者 直接就把純粹做過自然法 然後好像從一個人的這個最小的某種互動原則 去推理出沒有人可以否認的那個法則 甚至互不實的一個做法 然後很若刻在後一點 那如說也認為這個 這個好像也不太有說服力 在如說想像的自然狀態 沒有什麼法律 自然的法則是有所謂的道德約束力的 大家事實上就算到衝動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大家不會有那種好像自然法則對我下命令 我必須要遵守他 他也不覺得有這些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去找出一個普遍的原則和律則 是所有人都會覺得那是真正普遍的 你要怎麼找出來 對不對 這很有趣 我在給大家作業的時候發現 大多數人都贊同 我們人生要追求的是一個good life 然後我們會 人生必須要追求各種各樣的good 美善的失誤 然後這些美善失誤 構成的good life一部分 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 good life應該是多元的 每一個人可以主觀的 借金自己的good life是什麼 幾乎大家都這樣說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非常當代的看法 這看法其實和柏拉圖 他就說的是完全是衝突的 他就說認為他只有一種 就是成為一個政治的動物 積極的參與政治社群 完成的這個 人作為政治動物的最高的潛能 那其他的 你追求的其他的good life 按照自己的潛能天分去做 比如說你想會藝術家 你想會音樂家 那個都是比較低層次的 真正的good life 最高的就是成為一個 真正動物參與政治社群 所以柏拉圖看起來說 他們是議員論者 可是大家幾乎都變成多元論者 對不對 因為大家事實上更徹底 覺得說這個人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我們幾乎不可能能夠 找到一個先天的 共同的原則生活在一起等等 那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我們真正每一個人的good life 都是完全多元 然後我們幾乎都沒有共同性的話 我們是很難 很難一起成立一個真正的生活 而且如果我追求我的good life 我覺得我的good life 這麼重要是我的主觀界定的話 我為什麼要去滿足你的good life 我為什麼要公平的讓每一個的good life 或者滿足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徹底的多元論者的話 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每個人大家都主觀的 建定自己的good life是什麼 我想做一個音樂家 我想做一個律師 我想做一個成功的商人 那我想做一個小偷啊 我想做一個強盜啊 我想做一個占很便宜的人啊 我想做一個不守法律的人啊 為什麼這個主觀的 對上自己good life的界定 你可以把它排除掉 你是只有什麼樣子的原理把它排除掉 就是說我們在思考一個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啊 這是我們政治科學或是政治學的學生 跟其他學科不一樣的地方這樣 就是我們不可能去認為說多元是可以無限的 因為我們就是要經營一個政治生活 那在一個政治生活裡面多元就是有限的 那你怎麼要去畫出那個多元的那個界線 這才是最困難最有趣的地方這樣 如果我們整天在講說多元是無限的話啊 那說了就等於沒說 那就是越多越好這樣 那我們這個社會就是越差異越多越好 那難道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你另外有一個界線是重要的 我們多元就是到那個界線就挺住的 然後這個界線以內是合理的多元 那個界線以外是不合理的多元 那我們希望慢慢的能夠以合理的多元 為我們主要的這個多元的這個範疏這樣 我們要怎麼畫出那條線 才是我們政治學要考慮的地方這樣 那你看無數字上都是做相似的事情 對不對 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共同的 成為政治動物的一個自然目的 我們也沒有一個自然法 自然權利可以去發現的話 那我們這群人為什麼要 一起共同經歷一個政治生活 那我們這個政治生活的那個 共同的general的這個law 如何可能產生 如果大家都是差異性這麼大的話這樣 對不對 那我說有幾個理由是說 你要獲得自由啊 你只有跟一群人主張主人的一個政治生活 你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當然自由有很多意思 我們上禮拜已經講了 就是說你要真正能夠獲得 像自然狀態中那種 你所珍惜的復活在他能夠有光力的自由 事實上你需要跟一群人 活在一個有界線的一個混合國理念 然後大家自由與平等的往來 所以你為什麼要跟別人自由與平等的往來 如果沒有一個道德律法 叫你去跟別人自由與平等的往來 對不對 你如果只是主張多元的話 為什麼你要跟別人自由與平等的往來 那我說給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理由 就是說因為你自己想要獲得自由啊 你只有在跟別人自由與平等的往來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你去做別人的主人 去支配別人 去排除掉所謂的合理的多元好了 那你沒有辦法因此獲得自由 對不對 他自從每一個人都想獲得自由這件事情 才告訴你說 正因為你想獲得自由 所以你需要跟別人自由與平等的往來 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你必須要限制自己的自由 讓自己不去成為別人的主人 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那這就是他最複雜有趣的地方 為什麼一個主人 支配他的人 最有權利的人 最有錢的人 他是不自由的 為什麼他要放棄這些東西 來去跟別人享受自由與平等的生活 他才是自由的 好 那也包括說 好 那什麼叫做自由與平等的生活 我們要怎麼去找出一個真正均募的law 讓大家覺得每一個人是真正自由與平等的 所以我說花了非常大的工作 這必須要靠整個政治過程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最核心的原則是人民主權這個原則 那上次很多同學下課來問我說 不是很能夠理解你 為什麼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財產、天賦、能力、權利 全部交付給所有人 這樣子一個全部交付給所有人的動作 它到底在什麼時間點發生 是只有在第一次簽約的時候嗎 那後來的話我如果不同意 我們接下來定立了很多法律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說 你的天賦和能力原本是屬於所有人的 所以我可以想辦法去調整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它 如果我們只有在第一次簽約的時候 然後全部交付出去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定立了一個基本的社會規則 這社會規則就定立了某種私有財產權制度 某種獎程制度 某種這個法律制度 那是不是它就定行了 那這樣子的話 到底我們把我們所有東西交付給國家這件事情 交付給所有人這件事情 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已經完全結束了 那後來我們到底在做什麼這樣 它到底對我們後來訂定接下來的法律有什麼幫助這樣 大概是這樣之類的問題 那我回答一下就是說 你把你所有的東西交給所有人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個時間點在某時刻發生的事 不是 而是這個就是這個國家 對所有人原始擁有的那個權利 它是一個Original right 可是Original right屬於所有人 就是所有人擁有所有人的 所有的力量、兼分、權利等等東西 這是我們要組成一個真正的政治社群 我們必須要去假設Original right 可是我們這個Original right 我們要 就是有同學問我說 這是不是一種法律保留的概念 我後來會在想想實際上是 是有點接近的 就是說我們擁有這個Original right 可是我們不一定要每次都在全部的使用它 對不對 而是說我們接下來定義的所有法律 我們都要注意到、意識到 事實上你所有的能力、權利、財富等等 都原本是屬於所有人的 所以我們現在給你這樣的一個私有財產制度 這樣一個社會體制制度 事實上是我們在這樣子的考慮之下 才去決定的 我們要回到這個最原始的思考 比如說像健保好了 那可能很多在美國的人會認為說 這個健康 我怎麼樣花錢這樣照顧我的健康 醫生差取多少錢 這是屬於我私人財產權的範圍 我私人的範疇 國家不應該經營這件事情 那可是你如果用盧梭的想法 盧梭會說 好 我們目前是私人經營的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他最原始的那個原始權 是屬於所有人的 因此我們可以再重新考慮 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再重新考慮 怎麼樣是對每個人真正君弱肉的 然後重新去調整 健保到底該多少是屬於公有的 多少是屬於私人的 然後該對多少人課多少稅 那我們之所以能夠對每一個政策 能夠這樣重新思考 重新調整什麼叫做公平正義的制度 重新調整年金 調整各種各樣的退休金 也是因為我們會認為說 原本這一切都應該是屬於所有人的 今天我之所以讓你有心態保護原則 讓你有這個 某種你努力就應該獲得 或者你所努力獲得的東西 這種所謂的努力 或者有成果這些原則 都是在我們先思考的 所有人也屬於所有人的 然後我們為了要讓我們政治社群更有效率 為了讓大家感覺更安全 為了讓大家感覺更公平 所以我們慢慢的把下位的原則 慢慢電力出來 也就是說呢 事實上我們始終 幾乎都已經或多或少假設了 人民主權這個概念 在我們當代的這個政治社群裡面這樣 不然你幾乎那些事情都是不可能討論的 對不對 那你去考慮多少私人的醫療給付 醫療支出是屬於公有還是私有的時候 你之所以有權力做這個討論啊 你已經假設了我們討論之後的那個決定 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對不對 那其實你已經假設了原本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所有人的 所以我們可以重新討論一遍 然後讓我重新討論說 那到底什麼醫一下 他應該是屬於私 什麼應該是屬於公這樣 也就是說 那個最原初的那個公有啊 他是一個最原始的人民主權的概念 然後在這個概念下 我們可以重新去決定思汗公的界線 我們也可以重新去調整 思汗公的這個界線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吧 所以屬於說他最巧妙的地方是在那裡說 我給一個人民主權的概念 我就可以去解決 怎麼樣去找出普遍立法的問題 因為他說 當你把所有東西都交付給所有人的時候 而且我們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都會開始認真去想說 你看喔 我原本是一個有錢人 我現在財富交給你了 對不對 那我原本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交給你的 我原本是一個很有天賦的人 我先財富交給你 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就會開始彼此不斷在想說 欸 那我事實上還希望 我的財產的部分可以回啊 我希望我的能力還不分是我的 那我要怎麼樣去尊敬你的 你才會尊敬我的 所以我們產生一種這種互惠的一種互動方式 那種互惠的方法是 我們會同時既顧慮我個人的利益 我也會去顧慮公共的利益 那我也會意識到說 我如果有一個外利的傷害傷害到你的財產 事實上也是傷害到我 因為原則上你的財產是屬於所有人的 在那個最高的原始的權利上 所以傷害到任何的私人 當然是傷害到這個原始共有這件事情 對不對 如果今天台積電大損失 我們會覺得我們已經受到傷害了 因為他的 因為我們部分的這個 可能是為夫妻來自於他講的稅 對不對 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對各個不同的行為者 公司去課徵稅能力等等 做各種規範 這件事它就已經組合成了 我們大家彼此認為彼此是一種互利的 可是我們又覺得說 有某種功利和私利 是互相能夠這個 互相只要你傷害到公利 你傷害到私利 你傷害到公利 有一種互相的這種狀態這樣 那如說認為說 我們只有這樣子一群人啊 當然去討論決定 什麼是公平的時候 而且你看全部都交付出去了 雖然每一個人的影響力都變成是一樣的 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 而且這樣你看我們又經過一種 適當的一個討論的過程 我們才能夠 我們才能夠大致上說 他們這樣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公正的 除此之外 你們有任何其他的 這個更先的優先的原則去判斷他們的決定 什麼是公正還是不公正的 這樣大家可以明白嗎 也就是說 不說他事實上也是一個很 他事實上是一個比康德更務實和實際的人 他會認為說 我們要產生軍用道這件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光從理性去想 而是我們在實際的一個政治設計上 讓每一個人的施力和功力 在我們意義上 你在判算的時候 你在去做出一個立法的動作的時候 你會去考量到這個平衡 我們可以說是平衡 或者是互惠 也因此我們會慢慢的去找出什麼樣子的結果 是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公平的 它是藉由這樣一個爭執過程 所以大家要去理解 對武術來說要找到軍用路的方法 只有透過他想像的這種的民主權 這樣的一種結色的一種形式 那人民主權實上就預設了很強的一個民主的 一個民主的 Democracy 民主的一個理念這樣 就是說到底什麼樣子的審議討論過程 是每個人都平等的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這個 可以充分的跟別人做中理性的共同等等這樣 那魯縮認為說 在主權的這個意志上 只有透過全民都參與的公民大會 你才能夠去說他們決定出來的那個結論 是對每一個都是平等的 所以在一個國家它最上位的基本的那些法律 它必須要是人民主權的決定 而且人民主權它的一個最 事實上對付出來 是唯一的一個可以接受的形式 就是人民參與公民大會 因為它不認為代議這件事情 有能不能代表我的意志 它不認為意志是可以被代表的這樣 那它的想法事實上看起來好像絕對不可能 我們覺得說現在會怎麼可能有公民大會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當代有這個 有一個美國憲法學者 他會說 他會說確實 我們一般的民主選舉 事實上是多數決 那多數決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個真正在去決定這個 我們國家的最高法律 就是憲法的一個決定這樣 我們如果要去決定我們的憲法內容是什麼 去修改它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更高的一個民意的授權 對不對 那這個更高的民意授權 事實上 它對我們來說它必須要是人民主權 結果人民主權才能夠決定憲法是什麼 那你要去想像什麼樣子的一個政治過程 它可以夠資格被判斷成是一個人民主權的意志 也因此我們願意讓它可以去決定憲法 那我除了這位美國憲法學者說 在美國的憲法的演變過程當中 他大概有看到三次革命性的演變 可是這三次革命性的演變 它事實上改變了美國憲政的一個具體的實質的內容 可是它改變的方式呢 事實上它認為這三次啊 都是那個時候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美國有一整個世代的人 他們都很熱情的在討論 到底什麼樣子的憲法修正是比較好的 那大概這一整個世代的熱情的討論和參與辯論之後 然後慢慢再經過幾次選舉 還有大法官的決定 或是總統的某些決定 然後確定了一個憲法改變的內容 它是認為說 如果我們要去修改憲法的動機跟法律的話 我們確實有一個很高的一個意志的位階 我們會把它稱為了民主權這樣子的一個位階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公立大會怎麼辦 他想像的是 那美國事實上過去三次憲法的變遷 是靠著幾乎十年的時間 每一次大家非常熱情的辯論 非常積極的參與 而且互相允許不同辯論不同的立場 去盡情的討論他們的主張 然後最後慢慢形成一個共識 然後這個共識後來經過了正式的政治過程 他就決定了憲法的變遷這樣 那他想像這樣一種十年的一個大變遷的過程 就好像某種如梭的公民大會 對不對 這是其中的一種想像 因為我們很難不容易去想像 那公民大會怎麼有可能 如果公民大會不可能的話 那如梭你說那個普遍的意志 怎麼樣能夠被確保那個是真正普遍的意志 等等這樣 我們當然要遇到這些問題 但我們沒有辦法深入講 那我們就來康德 這個康德 可以這樣說 康德他完全贊成說 不管是在我們的道德生活 還是在我們的政治生活 我們就是要找出一個普遍的律法來 然後我們能夠按照這個普遍的律法的生活 我們才會覺得有道德尊嚴 然後我們也才會覺得我們是自由的 但是他這些都還跟如梭是類似的 但他進一步去說 他不認為這個普遍律法或是普遍的法律 需要透過人民主權或者是民主的方式來產生 他認為人的理性本身 你如果透過非常深度的一個自我檢驗 你會發現你的理性本身 實際上已經給你一些判準 告訴你 我們如果要找出一個普遍法律的話 給你一些判準 告訴你哪些普遍法律是通能過這些判準 哪些是不能夠通過的 這樣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在這個跟別人互動的生活當中 不管是道德尊嚴還是法律生活 我們到底要遵循什麼樣子的一個普遍律法 他認為我們理性本身是可以推論得出來的 我們不需要經過像如說 那麼複雜的一個政治過程 一個人民主權的一個過程 他認為這些事實上事務是不必要的 事實上我作為一個哲學家 我們作為一個非常認真理性思考的人 我們事實上可以發現 我們的理性他事實上可以給我們一些質疑 告訴我們普遍律法的一個基本的看準是什麼 因此我們光是從理性 就可以知道 那到底什麼樣是一個 對我們真正公平的原則 只要是一個真正普遍的一個大律家 所以他說對他不能在於 他說認為只有民主的過程 才能夠找出普遍的律法 康德卻認為說不 我們光是從理性本身的檢驗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普遍律法 可以接受還不能夠接受的那個 那個 criteria是什麼 因此我們可以告訴你 什麼樣子的生活準則 什麼樣子的法律是可以被接受 難道還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光是從理性本身的這個判斷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盧梭和康德這個差異 當然我們當代也變成是一個普遍的一個差異 有些人認為說 你沒有經過民主的過程 你不知道什麼就是公平正義 所以民主優先 正如說是的思考這樣 可是康德是的思考會發問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作為一個哲學家 我已經推出了什麼叫做是 大家必須要遵守的普遍正義原則 而且我會認為每一個人 只要他有充分的理性的話 他都一定會同意這個原則 所以民主這件事情 他並不是最必要的 他只是幫助我們去 可能是讓這個政治人物 他比較能夠對這個普遍的正義原則負責而已 他只是一個工具 讓我們這個普遍正義原則 可以能夠確實的被執行 就再講一次 如說這個主當會認為說民主是優先的 你如果沒有民主的話 你不可能知道什麼就是公平正義 可是康德是的解決方案是說 不 我們從理性的推論 我們可以去找出什麼叫做普遍正義的原則 那民主是次要的 民主只是幫助我們去確保 這些普遍正義原則 可以被政治人物去實現的一個工具而已 所以民主是次要 普遍律法和理性的推論是優先的 你沒看到這兩個差異這樣 那你看我們大概下禮拜就會講到了這個 我們下下禮拜 講到盧爾斯就是屬於康德式的 那我們會去挑戰盧爾斯 會找到當代的另外一個人 或是Iris一樣 他就屬於盧梭式的 他認為說你從理性推論出來的 這個普遍律法 正義原則一定是有BIOS的 如果你不去經濟一個民主的一個過程的話這樣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個盧梭和康德這個基本的差異 是這樣的一個差異這樣 那我們就要來去看說 那康德他到底是怎麼樣 認為說我們的理性 可以提供我們質疑 告訴我們什麼叫做一個普遍的律法 那什麼是一個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普遍律法 他是怎麼樣去推論出這樣一個想法 那我們要去問說 那到底康德認為的我們這種在遵守法律 普遍律法當中獲得的那個道德自由 是屬於什麼樣子的一種自由 因為康德顯然沒有去接受這個 如說的整套這個內部裡面起源 這個自然自由的這個大戰這樣 他沒有去接受這套東西 那你怎麼樣去認為說 那為什麼這種律法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是一件自由的 重要的自由的這個一件事情這樣 那在講康德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去談他的這個 他對我們整個這個之前所有的這個 有關於道德政治哲學的這個思考的一個革命 你看我們目前為止在去思考這個 我們理性在我們的這個 道德潘能或政治潘能做的作用的時候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這樣認為 這個是典型的這個 亞歷斯玲德斯的思考方式 你看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心靈的作用的這個 這個adivity 我們會叫IS 我們會去思考事情 然後我們有一些這個欲望 有一些這個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做的目的等等等等 那我們在這個mine的這個思考 我們通常會產生一個will對不對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然後這個決定是我們要採取某種行動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行動呢 我們的目的是要採取 我們行動是要去達成某個目的 達成某個目的這樣 這是我們思考的這個黑箱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要做成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要採取某個行動 這個行動是要達成某個目的這樣 然後當我們思考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在康德之前 我們是這樣子想的 我們能有各種各樣的inclination 這個inclination包括你的欲望 包括你的愛 包括你的情緒 情感等等 就是包括比如說 自保是一種inclination 你想要追求自保這樣 然後你想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 或者你想要追求健康 你想要追求這個財富 你想要去追求這個發展自己的天分 這都是屬於你的inclination 對不對 那你的每一個inclination 它大概都會去指涉 那到底你想要追求的目的是什麼 對不對 還有一二三各種各樣的這個目的這樣 對不對 如果你想自保的話 你去檢視你的這個 你的心理裡面 或者你的這個人的這個 內心的活動裡面 你有一個自保的inclination 所以你就會知道 你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生命的這個保全 對不對 那你就會去想說 我要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來去滿足我的這個目的 對不對 所以你的inclination呢 它是一二三 它每一個大概都會對應一個 你在現實生活中 你要達成的這個目的 然後呢 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去達成這個目的這樣 所以你的行動是讓它是一個這個 它在這個意義上 它是一個這個 達成你的這個目的的這個工具 這個行動是達成你這個目的的這個工具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會認為說 這些inclination 如果你 好 先不到哪裡 好 先來這裡 那所謂我們的這個理性在做什麼事情 在這樣一個思考當中 而且說他會講說 理性它最主要的目的 尤其是在決定我們生活中 要去做什麼樣子的這個行動的時候 我們把這種理性稱為實踐理性 另外一種理性理論理性 理論理性可能是發現科學的真理等等 那是理論上的這個 理性的這個理論上的這個作用這樣 可是我們在生活中 決定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 我們運用的那個理性 我們把它叫做實踐理性 然後大家記得 所以艾斯多德他是認為說 實踐理性的主要作用 他其實就在考慮什麼樣子的目的 什麼樣子的行動 作為一個方法 他可以達成我想要去追求那個目的 這個就是實踐理性的一個主要行動 對艾斯多德來講這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個自保的這個 inclination 然後你想要追求自保這個目的 那你去試考 你要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可以去達成自保這個目的 艾斯多德就說 那你就是在去使用你的practical reason 那如果想要追求財富 那想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和方法 可以去追求到財富 你也在使用你的practical reason 所以practical reason 他就是在去研究什麼樣子的目的 可以達什麼樣子的方法 什麼樣子的行動 可以去達成我們想要達成的目的 這就是practical reason的主要作用 那當然艾斯多德會說 當你這樣去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我們大家最終 會有一個目的的一個終點 這終點我們把它叫做快樂 我們會認為說 我們最終每一個人 大家在追求每一個目的的時候 都是為了追求一個更高的目的 最後我們想要追求一個總目的 我們可以把它弄個叫做快樂這樣 那也因此我們的這個實踐理性啊 他的思維有包括說 那什麼樣子的目的 可以幫助我達成快樂 所以說 這邊有很多不同樣的incarnation 對不對 對艾斯多德來說 人的理性的作用啊 他也包括了 你去對這些incarnation做檢驗 你有很多不同的欲望和傾向和情緒和這個等等 你對你生命都不同的incarnation做檢驗 然後你發現他們的優先順序 你發現他們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 那你去理清楚之後呢 你對你人生追求的目的 也理清他的先後順序和優先順序 那你為什麼要去理清他們 你理清他們 是為了你覺得 你最終想要達到這個 快樂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所以你可以發現啊 對艾斯多德來講啊 我們在去檢驗這些 我們心中的這些 有先順序和先後順序的時候 最動態是一個工具和目的的思考 只是呢 他的這個工具啊 包括了這個 這是最高的最後的這個目的 你要達成最高的目的啊 你會說 他包含了其他的 目的1 目的2 目的3 等等 然後到目的10 對不對 那阿里斯多德會說 那你是要能夠生命保存嘛 對不對 那最高你必須要能夠參與政治活動嘛 那你當你所有這些東西都有之後 你就會獲得壞掉這樣 對不對 可是對艾斯多德來講啊 這個還是practical reason在作用 我們還是在想要透過什麼樣子的方法 我們才能夠達成這個 快樂這件事情 只是我們在想方法的時候 也包含了 對這個快樂這間最高的目的本身的內容 做一個檢驗 你去檢驗他的內容這件事情 也是在去思考怎麼樣去達到他的方法 對 我要準備的是要怎麼能夠達到快樂 快樂 他除了去思考才去什麼樣的行動 達到快樂之外 也包括去思考那快樂的內容是什麼 你只有知道快樂內容是什麼 你才能夠知道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達到快樂 這樣 對不對 你看喔 這是亞里斯多德 對不對 可是最後 亞里斯多德 大多數人都遵用這種思考方式 只是他們並沒有認為說 最高的快樂一定是要參與政治生活 他們可能也不認為說 各種目的 你可以這樣重新排列組合到一個總體的目的 要去追求 他們這種最終完成的思考方式 可能跟亞里斯多德不一樣 但是這整個架構是一樣的 比如說霍布斯 霍布斯會說 人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人生要追求的目的就是自保 對不對 所以他把一個自保這個目的 放在一個非常高的這個位置 然後他所有社會區域論的設計 主權和設計 某種意義上都在思考 在什麼樣的行動 然後才去確保自保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的一個目的這樣 對不對 那也是霍布斯他在人的incarnation 然後能夠發現 自保這個慾望是非常非常強烈的這樣 當人遇到恐懼沒有辦法自保的時候 你只能讓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你沒有辦法可以 直接刻意給他任何的權利義務這樣 然後因此他就慢慢去摸索出 大概自保這件事情 可以去幫助我們真正找到我們真正社群 大家可以共同找到的方法 然後來去促成大家一個自保這樣 那這也是這樣一個思考 我們傳統在康德之心的思考方式啊 都是這樣 我們去檢驗我們的心理念 有哪樣的incarnation 然後這incarnation在現實上 指這什麼樣的目的 然後我們去找出我們的行動來 然後去達成這個目的 對不對 只是大家對於這些目的到底是什麼 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他們會說 最高的目的就是快樂和參與真正的生活 或不是說沒有最高的目的就是自保 對不對 那諾哥可能會再加說 最高目的是自保 可是自保如果能夠保存的話呢 我的目的還包括我要去保存其他的人 那這也是我的目的這樣 然後大家對於這個目的 會有不同的這個意見這樣 然後大家對於Happiness的主持 有不同的這個意見 會跟亞里斯多的一樣這樣 那對這個康德來講 你這種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式 實際上好像沒有幫助我們真正去了解 什麼叫做我們真正有道德價值的行為 和真正有道德價值的這個事情是什麼 他的最高的一個確認局在這裡 傳統這種思考方式 完全沒有幫助我們去認識到 什麼是真正有尊嚴的一件事情 什麼這樣子的行動讓我們會真正有道德尊嚴 什麼樣子的一個快樂 什麼樣子的一個德性 什麼樣子的一個德性 會讓我們覺得他真正有道德價值 他認為這種思考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康德有時候會說啊 我們會把這些 這些Inclination的總和最大化 把它叫做Happiness 那當然就是他自己的一種 對Happiness的詮釋這樣 那當然不同的思想家會認為說 不同的Inclination的組成 不同優先方式 可能性或順序 會組成不同種的Happiness 然後有一種可能是最高的這樣 那不管怎麼說他們認為說 他們就是大概認為說 這些所有Inclination的組成 你把他們完成叫做Happiness 那也許你會用Happiness去推出說 你要採取什麼樣子的行為原則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開始為Happiness加入一些其他的 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這些重要的東西呢 包括了這個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比如說你的這個Intelligence 你會覺得有Intelligence 對你的Happiness是重要的對不對 那包括了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Character 你會覺得有某種Character 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對你達成Happiness 然後這個Character 事實上 常常會說很多思想家 會用Virtue這個字來表達 比如他有一個公正的人格 還有一個勇敢的人格 所以包括了Virtues 好 那還有什麼 還有你會想要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這個 Gift of Fortune 就是你的這個 因為外在的這個 因素而擁有的一些東西 美善的事物這樣 那可能就包括你的財富 那你的這個健康啊 不是你可以完全控制的這樣 那還有包括什麼 你的Power啊 你的Owner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這些一個一個東西啊 都是我們以前討論過的 算是某一種Good 對不對 不動是想家會說 哪一個東西特別重要 哪一個東西應該被視為 我們應該追求的一個 免散的這個事物這樣 對不對 包括你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啊 等等等等這樣 可是對康德來說啊 你在考慮這個事情的時候啊 大多數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都在考慮怎麼樣 就獲得一個 HAPPINESS 對不對 或許以往的思考都還是這樣子 最終最終有一個 最靠的目的就是HAPPINESS 那我們在考慮這些哪些組成 哪些是必要 哪些是優先 可以組成我們的HAPPINESS這樣 那這傳統的這個思考方式這樣 那康德就提出了他的挑戰 他挑戰的第一個就是這個 他認為我們的道德經驗 其實不是這樣的 第一個是他認為說啊 會不會有這件事情啊 就所有的這些我們傳統認為是好美善的事物啊 如果他沒有一個善意 善的意志在背後的話啊 他就不會是好的還美善的 所以善意是所有東西對我們認為是好的 一個根本的必要條件 他第一個確認舉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善意的話啊 你沒有一個善的意志在背後啊 所有你獲得的這些東西啊 他本身都不是美或是善的 他沒有辦法獨立成為美或是善的事物 只有有善意在背後 他才能夠成為美和善的事物這樣 那他當然會 他的一個一個 他的上官是說不然你看嘛 你說的這每件東西啊 他們都有可能被你拿來去 去造成一個邪惡的一個目標或是後果 很勇敢的人他很善於搭帳 他可能就是去侵略別的國家對不對 那很有智慧的很聰明 他可能去欺騙別人 然後去獲得一個更好的這個利益這樣 那power 健康為我當然也是這樣 你有更多的財富 你有更多的這個健康 你都可以讓你去拿去做壞的這個事情這樣 所以他們本身如果沒有一個善的一個意志在背後的話 他們實際上是中性的 他們可以為二也可以為三 對不對 那你說的這個勇敢的是 節制也是啊 一個很節制的 他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壞的一個人對不對 像希特勒搭檸會算是一個最節制的 生活最嚴謹的一個人這樣 所以節制這件事情本身他不是 他沒有好和壞 除非他有一個善意志在背後這樣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來做壞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第二就是說 所有這些東西啊 他的來源啊 可能都是偶然的 如果他來源是偶然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說他是好還是壞的 比如說有一個人啊 他很有同情心 他一出生就很有 他的內心的這個自然的特性就很有同意心 他從小的環境又是把他教會了很多同情心 他就是一個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的 可是他的同情心完全來自於偶然 不是他自己努力得到的 他們就說那這個同情心本身啊 我們不會給他一個很高的道德價值 沒有 他是偶然得到的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他非常的快樂啊 他很喜歡一個快樂當中啊 然後他就是 而且那 那康德會說 如果他的快樂啊 是來自於很多偶然的巧合的話 他就是很幸運 他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那他教練給他分享很好的培養 等等等等 所有都是來自於他的外在的幸運的話 所以他就是一個一直是一個快樂的人 那康德會說 我們不會覺得有特別的道德價值在哪裡 他就是僥倖偶然 偶然發生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道德價值在背後這樣 所以第一種情況是 他可能來做這種壞的事情 第二種情況是 他們的出現啊 來自於一個偶然的一個因素 比如說這個人很勇敢 這個人很有智慧 這個人很公正 他可能會說 那可能都是偶然的環境造成啊 偶然的各種各種環境 讓他變成是一個公正的人 可是今天如果偶然的環境變的話 可能變成是一個不公正的人 所以如果他們有一個善的地質在背後的話 他的這些good啊 都可能是一個外在偶然的因素造成 我們不會認為他是一個 本身就是一個美和善的一件事物這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 那還有一個第三個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是他的後補 還有他的簽名 還有一個第三個是說 快樂這件事情呢 我們如果是一個非常公正客觀的人 我們會問他說 這個人值不值得這麼快樂 我feelshappiness這樣 很多人他都看起來很快樂 他可能就是真的很快樂 可是在我們那時候 他值不值得快樂的時候啊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樣 那值不值得這個快樂 本身才是一個真正的道德問題 對不對 有些富人很快樂啊 從小非常的富裕啊 他不需要靠什麼努力啊 他也不需要做什麼盡量的道德選擇啊 他不需要努力的去競爭啊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幸運的快樂的人啊 可是他是不是值得這個快樂 Wolfi這個快樂 還是他所有的快樂都是來自於一個 一個外來偶然這個因素 那我們問他是不是 Wolfi這個快樂的時候啊 他是不是值得這個快樂的時候 我們又是在問他背後有沒有一個問問 你看康德他自己本來很久是啊 他自己能夠快樂 是他努力得來的 他可能本性是一個非常憂鬱的人 康德他必須要有一個義務 是讓自己快樂 所以他努力的讓自己快樂 所以我就會覺得他的快樂是Wolfi 是值得的 因為他自己靠著他的善能一致 努力而得來的 所以就覺得快樂這件事情啊 過去所有的這些思想家們啊 他們想要追求這個最高目的啊 康德我都會問說 那他值不值得這個快樂 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問題 一個他可能抽中大獎幾百萬幾千萬幾億這樣 他可能人生就是 真的就是很自在的快樂 那他值得這個快樂嗎 他抽到大獎變得很快樂這件事情 是一件道德上值得稱讚的一件事情嗎 那真正值得被我們認為說真正是好的善的 真正值得的被我們道德上認為是好的 似乎都一定要有一個威惡偉在背後這樣 所以威惡偉其實是一切的這個 我們認為每三事物的一個基本的條件和前提 那其實過去的人都是沒有注意到的 那他有講說這個威惡偉這件事情啊 他不見得一定要達成他的後果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威惡偉要去做某件事情 我充滿這個善的意志 我要去做某件事情 比如說我要去幫助這個 現在非常貧困的遊民好了對不對 那我盡了一切努力去做 可是我沒有達成那個後果 我後來發現我失敗了 可是因為我有一個很強的這個意志 所以我盡了一切努力去做 他呢就說這一切就足夠了 這就是一個最美麗的一件道德行為 他是不是一定要達成那個後果 並不是他的行動是好和壞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條件 但是他當然要努力去做 如果他有善的意志 但是他不是努力去做的話 我們會認為他其實沒有善的意志 如果他真正有善的意志他就會努力去做 那有沒有達成這件事情啊 並不是最關鍵的 所以是貴乎有本身才是最關鍵 那他們會說這個貴乎有是人的這個 所有一切其他美善事物的基本條件 也是所有你想要去達成的美善的一個最高的一個目標 他是最高的一個目標 他同時是你的基本條件 也是你想要達到最高目標 雖然他們他不是美善的全部 因為這些東西啊 如果有美善的意志 如果有善的意志在背後 他們就會是好的 所以這些東西加了善的意志的話 他就會出現變成是一個美善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善的意志是他的條件 是其他good的這個條件 但他並不是所有good的這個勸固 這個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我們現在開始覺得 他講得很超像啊 到底什麼是畏畏 什麼叫做善的意志 你怎麼去評斷什麼是善的意志 什麼不是善的意志 那他就說好 那我再告訴你一個概念 這概念就是duty 義務 我們都會覺得一個很簡單的道德經驗是普遍的 就是當我們覺得我們義務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我們得道德經驗的一個最基本的組成這樣 那我們的道德判斷 在決定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不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在判斷說我們有沒有義務做這件事情這樣 那到底什麼叫做義務 他那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義務有幾種 一種義務是這個 因為他用了這個詞彙 他叫做from the motive of duty 你是出於真正義務的動機而去做的 所以你會把from from duty 那有一種義務是這個 你只是這個 你只是符合了這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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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並不是出於那個義務的動機而去做這件事情一樣 那在符合這個義務這樣子的一個行為裡面 我們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你有一個立即的centment想做那件事情 一個是沒有立即的centment 所以你是基於你的這個自立的理由 比如說好了 一個商人在賣東西的時候 他童少武器的賣 對不對 那童少武器他作為一個義務啊 這個商人的東西可能是完全基於自立的理由啊 他怕他如果被發現的話 他的這個商欲就垮了 他就會賺不到更多的錢一樣 所以他為了一個精心熟慮的一個這個自立的理由 他決定去童少武器的做這件做買賣 那他可能就會說 你如果只是因為自立的理由啊 而去符合duty 自立符合duty的話 我們不會覺得你的行為有太多的到人這樣子 我們不會覺得你的行為有太多的到人這樣子 你只是為你的自己的理由 而去做某件符合這個義務的一件事情這樣 對不對 那他又舉個例子是說 好 那如果我今天啊 這個 要保存我的生命 可能因為保存你的生命是一個duty 那如果你是因為 你很熱愛你的生命 你正好很喜歡你的生命 因為你從小在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環境中長大 你有很多好朋友 你有很多注入因素 讓你很喜歡你的生命 所以如果只是因為你很喜歡你的生命啊 而去保存 而去 服從一個保存你的生命的義務啊 他可能也會說 你也沒有真正的道的價值 那只是你正好臭巧 你喜歡這個道的義務而已 你並不是因為真正認為 為這個道的義務本身的motive 而去做這件事情 你看 如果一個人他也很厭世啊 他就是病得很慘 那他的這個父母親可能會去過世了 小孩子有可能就不小心這個過世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厭世 想要自殺 他對生命一點都沒有熱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如果還是啊 遵守保存自己生命的義務啊 他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有道德價值的 他會覺得說 他努力去保存他的生命 這個義務 並不是來自於他熱愛他的生命 而是來自於 他就是來自於這個義務本身 有沒有到 那他那個舉例啊 這個舉例是說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應該去幫助別人 這是一個道德義務嘛 對不對 你可能是因為自立的攻擊的理由 去做這件事情 我如果有能力的時候 多去幫助別人的話 對我來說這樣才很有用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人 所以大家就會來幫助我 你是因為自立的理由的話 你就沒有道德價值 可是你如果是因為一個 立即的一個情感的理由 啊 我真的很喜歡這群人這樣 所以當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就領略去幫助他們 你就是很喜歡這群人去做這件事情 他也說 那你沒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真正的道德價值是這樣子 你真的很討厭這些人 你恨死他們了 可是啊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啊 你還是努力的去幫助他們 這才說真的基於你的義務 而去幫助這些人 而去服從這個義務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你服從任何的這個義務 你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 你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只有因為這個原因啊 就是為了這個義務本身 而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才會覺得你的行為有道德價值 那這個當然就是 他會去講的這個 會不會有 什麼叫做會不會有 什麼叫做會有善意 真正的善意就是 你是為了這個義務本身 而去做這件事情 那義務本身就是你的動機 就是你的這個motive 就是你的這個最原始 想去做這件事情的善的這個意識 我們就會覺得你的行為是有道德價值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說 那你就發現一件事情啊 為了義務本身的去做這件事情啊 它意味著啊 我們不是為了任何其他的 inclination 也不是為了任何其他的人生目標 完全不是因為他們這些東西 正因為你不是為了任何你的其他的 sentiment 不是為了你的任何其他的 interest 你就是為了義務本身而去做這件事情啊 我們才會覺得你有道德價值 可見啊 你這個行為的道德價值啊 它不是來自於任何 你心中的任何的這個愛人的這個欲望 想要自保的欲望 也不是來自於你的任何的這個行動 想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道德它就是因為這個義務本身 就是這個義務本身 而且我們把這個義務 它想要達成的某種 inclination的滿足 和這個行為的目標都拿掉之後 你就發現這個目的的本身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這個 我們這樣講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form 你看喔 如果你就是因為你要自保 如果你就是這個 我之所以通少武器就是因為 我覺得通少武器這個義務是對的 我就是基於通少武器這個動機而去通少武器 我就是基於自保是應該的 所以我去做自保這件事情 我就是基於我去幫助別人 我有一些人是對的 我去做這件事情 我不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和理由 我不為了我版主 我內心有任何的欲望 我不為了我行為任何的目的 那它就會說 那到底決定你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這個行為 具有道德的這個價值 最基本的原因是什麼 當我們摘除掉所有的 inclination 所有的這個目的之後 當我們發現啊 我們所有的行為啊 事實上 當我們在做這些考慮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同時再去 有一個原則和有一個目標 我們所有人類的行為啊 當我們最後決定要做某一個動機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有一個行為的原則和行為的這個目標 那這個選擇也是我們的 inclination 當我們發現這個都完全不是 它構成我們道德價值的理由的時候啊 事實上這個就是它構成我們道德價值的理由 就是這個義務這樣子 其實某個義務原則本身 它做原則這件事情 讓它具有道德價值 而不是因為它要促成某個目的 或是它要去滿足你的某一個行為的 不是 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本身 沒有 就是因為這個原則本身 甚至就是它的原則這個形式 大概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啊 我今天要去吃飯 我們現在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有我們自己行為的原則 還有我們現在的一些 inclination和我們現在的目的 我們一定是為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才去構築我們的這個行為這樣 那如果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道德價值來源的話 那就一定是這個東西 是我們道德價值來源這樣 那為什麼這些義務啊 包括你不能夠傷害自己啊 你要盡量去幫助別人啊 然後你要不能同事武器啊 為什麼這些東西 它會讓你覺得有道德價值 他們在說啊 事實上能有道德價值的原因 就是因為啊 你認為這些義務啊 它們是一個客觀的原則 你知道我怎麼講 我們在做我們在我們生活中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會有主觀的原則 加上客觀的原則 加上客觀的原則 然後再加上某種我們想要目前要達成的某種目的 或者是我們的 inclination 那康德把這裡的做material這樣 我們在做某一個行動的時候啊 我們在做這些 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啊 我們會發現我們這個心靈在操作的啊 有包包這些東西就是這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行為的目的 但是我們心裡裡面 事常也有在操作主觀的原則和客觀的原則 主觀的原則啊 比如說好 你想要追求這個健康 那你有 你心裡有想要追求健康的慾望 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有健康之後 你會滿足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心裡有想要有健康的慾望 對不對 那健康的包包 你不需要定時吃飽 定時吃飽 它就是你主觀的原則 你給自己訂下了一個定時吃飽這件事情 當作你主觀的原則 所以你今天肚子餓了 你有一個 inclination 你想要健康 你有一個目的 健康是一個更完整的一個目的 那你有一個主觀的原則是 我現在就是當常常要定時吃飽這樣 可是啊 可能會說啊 這件事情如果要成為一個道德上有價值的事情 你會發現 一定是有一個客觀的原則在背後 這塊原則是說 我有義務去追求我的健康 所以我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再不想吃 我再不想要定時吃 我現在再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還是要吃 只有這樣一個客觀的原則在背後啊 才會讓你的行動具有道德義務 具有道德價值 對不對 你所有行動都可以拆解成這個部分 你有某個慾望 你有某個目標 讓你有某一個你主觀給你行動 建立起來的準則 對不對 你有非常多的自己給自己設定的準則 這樣 那這些東西本身啊 都不會讓你真具有道德價值 即使你想要追求快樂 可是當追求快樂這件事情啊 變成是一個客觀的原則的時候 你就會忽然覺得它具有道德價值 為什麼 因為啊 當你認為它是一個客觀的原則的時候啊 你事實上同時認為啊 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註明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你忽然就覺得這件事情有道德價值 所以你之所以覺得有道德價值是因為啊 它是客觀的 它是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的 每一個人都該這樣子做 所以我當然也應該這樣子做 所以為什麼在整個你的思考裡面啊 你的行動裡面啊 會讓某件事情 會讓你覺得它特別有道德價值 它是來自於我的義務動機本身 而不是來自於其他這兩件事情 那是因為啊 我們把所有的 inclination都拿掉之後 因為這個不是道德價值的來源 那你主觀的這個行動原則 那是你自己主觀自己設定 我們也不會覺得按道德原則的來源這樣 那我們唯一剩下的就是 事實上一定是因為有某個客觀原則在背後 讓你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守 所以你覺得它有道德價值這樣 所以可見我們道德價值的來源是來自於啊 我們認為有某些客觀的原則 他會要求某一個人都遵守 也就是我們思考這件事情啊 為什麼我們在思考 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某些決定是有道德價值的 那是因為啊 我們遵守了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說 我這樣做的話 它不需要是一個客觀的一個原則 每個人都必須要追求生命的保存 每個人都必須要從小無期 每個人都必須要這個啊 有連累就幫助別人 當它一旦成為一個可普遍的一個原則啊 你又真的覺得它真的是應該是普遍化的 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遵守 當你一旦這樣子認定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它有道德價值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會說 你會產生一種前進的revalence 一種尊敬崇敬的一種心理這樣 也就是你會忽然給人家一種尊嚴感 一種道德尊嚴在裡面 我不管怎麼樣 我再怎麼樣想死 我都不需要活著 當你這樣子去給自己一個道德命令 說我就是要活著 因為我知道 這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要遵守一個道德義務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崇敬感 你會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 所以所謂的按照義務的motiv本身而行動 他們會說那就是你去追尋這種崇敬感 可是這種崇敬感和這個incarnation不一樣 如果它只是一種incarnation的話 如果說你做某件道德行為 它只是因為我在去滿足我的崇敬感的話 他們會說那個並不是真正的道德價值 有道德價值的事情 因為那個崇敬感被矮化成只是incarnation 所以真正的崇敬感 它是普遍道德原則的一個效果 而不是它的動機 我今天遵守這個 我不管再怎麼想死 我都不需要活著這樣一個義務的時候 我在遵守當中 我一旦認定它是一個普遍律德的時候 我同時產生一個崇敬感 崇敬感是 在我認定它是普遍原則之後產生的 而不是我要滿足我的這種對人的這種崇敬感 而去做某個普遍道德原則是不是的 而是當我認定它是一個普遍的原則之後 它產生了一個崇敬感 所以崇敬感是道德原則的效果 而不是它的這個動機 對 這樣大家大概知道它在講什麼 還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你 不管怎麼樣一個再笨的人 再小一個小孩跟你買東西 你都同小無盡 你絕對不騙他 那你不騙他的理由 並不是因為你很喜歡那個小朋友 你其實很討厭他 很想騙他 那也不是因為你這個自立的動機 裡面有算計說 這個動作對來路是比較好的 它就是來自於 你就是覺得通常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對不對 而且你也困難是來自於說 我做到通常無期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很有道德的人這樣 也不是來自於這種 道德的某種虛容的滿足之心 不是 而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對的 一定是因為你覺得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這樣做 然後當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的時候 我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這時候會產生一種 對的那種崇敬感 大家要注意 他這個東西就會 後來就會連到 所謂的人性尊嚴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人有某種尊嚴 必須要去尊敬他 這尊嚴是要帶著某種 對人的一種崇敬感 對不對 那這個對人的崇敬感 來自於哪裡 為什麼你要尊敬每一個人 為什麼對人有這種崇敬 你的這種心靈 這個其實是來自於這裡的 正是因為你覺得 某一個道德律者 每一個人都要遵守 我就是因為他是對的 所以我這樣子做 所以你產生了一種崇敬感 那這會扣連到 為什麼你會覺得 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子做 那我們會再到那裡講 為什麼這個教室 好 所以大家 他們會說 我們有這樣一個道德經驗 這道德經驗讓我們發現 過去亞里斯多德 洛克他們說的那一套 或不是說的那一套 是很有缺陷的 你在怎麼樣追求快樂 怎麼樣去思考你的 你還能選擇優先順序 什麼樣去想 什麼樣子的行動 可以達成某個後果 他本身都沒有一個道德價值在 這真正道理 行動有道德價值在的是 有兩個 一個是你要不需要有會有 而這個會有 其實就來自於 做這件事情就是為了 這件事情的義務本身 而不是為了 為了任何其他的這個理由 你今天覺得 你有義務自保 和你今天 慾望很想自保 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是因為 有一個很大的慾望 想自保的去自保的話 那你只是你的這個情感 努力而已 可是如果你今天 是為了義務 要自保 而去自保的話 那你就會有不懂 道德價值 因為不管怎麼想死 你都還是會努力的想要自保 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 你這個人的行動 是有道德價值的 所以道德價值來自於是 來自於你想要去 服從那個義務本身 它是來自於 你from duty 而不是來自於 你只是想要去 服從這個duty 而是你真正覺得那個義務 成為了你想要去服從那個動機 這樣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在某個 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個就是讓你有道德價值 那是因為啊 這個義務 它讓你覺得 它是一個客觀的名字 對每個人來說 是普遍有效的 你才會覺得它有道德價值 這樣 所以from duty 這個duty 會讓你覺得 要有從來的原因 是因為 它是一個對每個人都客觀的 一個普遍的這個原則 你才會覺得 from這個duty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 它是有一種崇敬感 然後你是對的 然後你是有道德價值 這樣 好 那康德在做 說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他真的還沒在做他的推理 他真的還說 我們有這些道德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 過去的哲學家 他們應該是錯的 我們有一個道德哲學 他們是錯的 好 那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這樣講還是很抽象啊 到底你說的這個客觀的原則 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還好在說 某個duty 只要符合了某種客觀原則的 形式判準 它就是一個 我們不需要遵循你的duty嗎 你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是的 方式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會去說 什麼是moral duty 什麼是一個我們值得去當作是我們動機的一個duty 他的一個主要判準就在於 他能不能夠是一個客觀的原則 如果他不能的話 他就不能是我的duty 如果他是能的話 我就可以按照我的duty這樣去做 所以科普科普 他是不是要靠你的 這件事情本身啊 事實上就決定他能不能夠成為 成為我的這個duty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還沒結束這樣 大概是這樣 我們到達這裡這樣 這個是傳統的思想家的想法 這個是康德觀察到我們的道德經驗 對不對 那康德會說 好 現在我們發現 什麼會讓我們覺得是duty 它基本上必須要是一個客觀的原則 對不對 那客觀原則這件事情呢 康德會說 我會告訴你啊 客觀原則實際上有三種 他說啊 這個我要先告訴你一個概念 這叫做所謂的理性 什麼叫做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什麼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呢 理性的動者是說啊 他有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可以按照他 認為是真客觀的原則 來去行動的這個力量 如果我認為某一個idea 是客觀的原則的話 那我按照那個客觀原則的行動 我如果有這個力量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是一個理性的一個行動者 動物不是 動物他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啊 他並不是因為他有一個idea 告訴他什麼是一個 每一隻鹿都會去 認為有效的客觀原則不是 一隻鹿去吃東西 一隻鹿去做什麼事情 或甚至一隻猴子可能有側隱之心 他們都不是因為他們來自於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的慾望 或從我而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來自於說他們有一個idea 這個idea是 每一個人都不需要 做某一個客觀原則的idea 而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動物不會有這種能力 只有理性的行動者會有這種能力 他能夠透過他的理性 思考出有某一種客觀原則的idea 然後我可以按照這個idea來去行動 我才叫做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那什麼叫做客觀的原則 你看他有講 所謂的客觀原則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理性的行動者的話 你的理性可以完全去控制你的慾望的話 你就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你可以會講說的等於白說 就是在講理性比你的慾望來說 更有控制能力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就叫做客觀原則 那他的原則說 那不知道是不是 客觀原則只有三種 而且你會同意我 只要是一個理性的人 他一定會認為說他服從這三種 他就是理性的 一個完全理性的一個行動 他就會想要去服從這三個客觀原則 那前兩種呢 是所謂的這個條件式的這個原則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詞會叫做imperative imperative是說 當這個客觀原則對你來說是一個命令的時候 他就變成imperative 那人類因為是一個不完全的理性行動者 人類有很多時候 不會完全想按照自己的理性來行動 那當你不是一個完全理性的行動者的時候 那些客觀原則對你來說就會是一個命令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天使 你是上帝的話 你完全不需要去掙扎 你去跟按照理性的這個客觀原則行動的話 他對你來說不是命令 所以上帝遵守客觀原則 不一定是因為這個客觀原則對來就是命令 這所以對人類來說 這些客觀原則是命令 是因為人類他很常觀到理性的行動 可是人類也知道 如果他要做一個完全理念行動者的話 他應該要遵守這些客觀原則 所以這客觀原則對來就變成是一個命令 那他們說有三種客觀原則 有三種命令是我可以告訴你 一種是說 前兩種是你先有一個目的 然後你去想你要達成這個目的 該採取什麼樣子的手段 所以前兩種是屬於傳統式的 第一種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去吃排骨飯 你有一個目的 對不對 那你去思考說 那你這個目的實際上就會告訴你 你該做什麼事情 他就告訴你什麼樣子的一個方法 對你能夠達成這個目的 對不對 所以一個理性的形容者 一個理性的形容者 他只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目的上就會告訴他說 你應該要怎麼做達成這個目的 對 你如果已經有一個目標的話 如果你是理性的 這個目標會告訴你 你要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最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 比如說今天如果這個 你要去上廁所 你想要去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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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個目的在對不對 你的理性 所有人都會同意 你的理性也會同意 這個時候你就是 最好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跑去上廁所 然後用這樣一個方法 就會滿足你想要去上廁所 這個慾望 對不對 當你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的時候 你的理性會告訴你 什麼樣子的方法 最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或是唯一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那你的理性給你 告訴你說 這個方法最能夠達到的時候 他也是給你一個命令 只是這個命令 他不會說他是條件式的 因為你有這個目的 所以呢 你的理性告訴你說 你要做製作性 去達到這個目的 他是條件式 他是依賴於 你已經先給了一個目的 所以你要去做這些事情 你看喔 那 你看喔 通常 那 他的第一種 他的第一種 這個 課房原則就是說 我們先不管 我給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理性都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對 而且對每個人都是有效的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行動 對某一個目的 是達成某一個目的的這個手段的話 那你要達成這個目的 你就要採取這個行動 那我們不管這個目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樣是對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方法是最有用的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客觀原則 他是告訴你說 我們理性會在很多時候告訴我們 你要達成這樣一個目標 你就要採取這樣一個行為 因為這樣一個行為 對這樣的一個目的 是最有用的 所以useful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理性給我們的一個 客觀原則 告訴我們 useful裡 有用的一個方法 是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這是我們理性在動作的時候 而且我們理性會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西是最有用的 那給我們一個像命令一樣的東西 這個命令是條件式的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達成這樣一個目的的話 這樣一個作為是最有用的 這是理性給你的一個命令 給你一個客觀原則 對不對 好 那第二種觀原則是說 如果有一個目的 是所有人都會有 比如說快樂 那你的理性原則會想去找出 什麼樣子的方法 最能夠達成這個快樂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說 我們這時候理性給你的 這樣子一個 怎麼樣達成快樂的 這些運作的方式 我們會說 最能夠知道 怎麼樣達成快樂的這種理性運作的人 他是一個最普等的人 這是亞里斯書的講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快樂 是每一個人都想要的話 我們理性在運作的時候 告訴你怎麼樣達成這個快樂的時候 他的這個 告訴你怎麼達成這件事情 他會給你的是一個 prudent的一個device 可是他的潛力也是因為 每個人都已經想要快樂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大家去找出那個目的出來 最能夠找到 找到那個方法出來 然後最能夠找到那個方法 當我們就是最prudent的一個人 對不對 你看這兩個是我們 理性會告訴我們的客觀原則是什麼 我們理性會告訴你說 達成一個方 達成一個目的 他就要採取什麼方法 達成一個 每個都想要的目的 要採取什麼方法 你的理性就是這樣在操作 對 這就是他在做一段在操作的事情 什麼樣子跟目的 可以當成什麼樣子的一個 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可以當成什麼樣子的目的 對不對 那還有兩種 一種是 任何的目的 你只要給我 我理性就可以分析你 什麼樣子的方法可以找到他 第二種是 如果每個人都要快樂的話 而且每個人確實都要快樂的話 我理性怎麼樣去分析 怎麼樣達成快樂的方法 那這個理性的客觀原則 剛剛會說 我們剛才講這些事情 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有一些客觀原則 它不依賴於任何的目的 我並不是因為快樂而去 而去尋找某些方法 來去拿成快樂 我沒有任何目的 就是我沒有任何目的這件事情 我童少無欺不是為任何目的 就是為童少無欺這件事情 本身我覺得是對的 那看起來有一些客觀原則 它是不基於任何目的的 你之所以做它 就是因為你覺得你該做它 它是無條件的 你不僅是因為你快樂才去做它 你如果是因為你快樂來做它 它是屬於第二種 它是屬於條件式的對你的一個命令 你的理性會說 如果你要快樂的話 那你就要這樣這樣做 你的理性會說 如果你要這個的話 那你就要這樣這樣做 那是前兩種 對不對 可是你的理性會有告訴你說 有一種第三種類型的客觀原則 這個客觀原則是我們不遇到任何的目的 你並不是因為任何的其他目的 而去做這件事情 而就是因為這個客觀原則本身 你覺得它是對的 而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你有這種客觀原則存在的時候 你會說啊 這個客觀原則決定的對你的這個命令 它是所謂真正的道德好的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行為 前面兩種我們會說 理性告訴我們第一種的是 什麼是一個有用的方法 可以達成這樣一個 給你的條件式的目的 理性的第二個給你的命令是說 理性知道每個人都想要快樂之後 我們找出什麼空間 然後你能夠獲得快樂 這兩種理性的原則 都在你的生活中運作 你都想要去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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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去達成某些這個 不管是主觀的 或者是快樂的 之外的目的 對不對 可是有第三種 這種空間原則是說 沒有 你就是為了這個原則本身 想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在其中 你會感覺到一種 很強烈的道德價值 本身就在這裡 道德價值的內在性 最高的回答源 就是乃至於這裡 所以你覺得它是無條件的 它不是基於某些目的 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會覺得它是真正 就是normally good 是因為這樣子的一些原則 這樣大家可以 慢慢理解一下 講什麼 它就是要講說 我們傳統所有的道德思考 都已經想要去找出 你的quination是什麼 或是目標是什麼 比如說happiness這樣 可是我們道德經驗上 告訴我們說 你一旦是為了 某個inquination 做這件事情 為了某個目的 不然是happiness 去做這件事情 它實際上並不是 真正道德價值的來源 真正道德價值的來源 是因為你做這個 行為的原則的時候 它本身 你覺得它是對的 它不是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 你今天去做正義的事情 要一直都會跟你講說 你之所以做正義的事情 是因為它能夠幫你獲得 你人生最高的快樂 你能夠做到快樂這件事情 包含你做正義的行為 通常會說 你如果是因為快樂 做正義的行為 我們怎麼會覺得 你有道德價值 我們會覺得你有道德價值 就是因為你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正義的 你就是該做它 你不是因為快樂 任何其他的目的 或是任何其他的觀念 你就是認為它是對的 所以你要去做它 這才是我們覺得 真正有道德價值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當我們剝除了一切的目的 一切的incarnation 因為我們 如果講清楚 我們就發現 我們道德價值的真正根源 不會是來自於incarnation 也不是因為來自於 我們行為的目的 而就是來自於 有某些原則 它本身 我們會覺得它是無條件 我們就該遵守 然後我們覺得它是原則 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的 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意識 所以我們會覺得 我們的行為是有道德尊嚴的 我們會覺得有這種崇敬感 我們會覺得 因為我就在做對的事情 我雖然極度不想做 我極度討厭的 可是還是要努力的去幫助別人 對不對 我雖然極度的怎麼樣 我還是要這樣做 當你這樣子去認知的時候 你才是真的有道德價值的一個 一個一個 你才會真的發現到的價值來自於哪裡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變成是說 那到底 所謂的 你看我們現在要找的是第三個東西 所以顯然有某些客觀的原則 它不是基於任何的其他目的 它就是 本身就是對的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 我們就應該要這樣子做 那我剝除掉任何其他的目的 之後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客觀的之所以是 對的一個根本原因 是來自於它的形式本身 就是因為它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無條件有效的 所以它給予我們那種 強烈的道德價值 如果這個原則 對它不是有效是因為 它想要去完成其他的目的 它想要去 它是因為智利 它是因為它愛人 如果大家是因為不同的東西 而去遵守這個道德原則的話 這個東西才有效的話 我們就不會覺得 到底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價值 一個客觀的認識說 有道德的認識是因為 它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的 它有效是無條件的有效 同時好無際這件事情 有效就是有效 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 只是因為它對每一個人 都是無條件的有效 我們才會覺得 它是真正有道德價值的一個命令 所以我們進一步推進會試書 這個康德就會講說 所以可見 我們會認為真正有道德價值的 客觀的原則 它一定要是對每一個人 都是無條件有效的 只要能夠通過這樣一個 考驗的原則 我們基本上就會覺得它是符合 我們想要去追尋得到的原則 所以它所謂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是上面的第三種 categorical就是絕對的意思 絕對是跟conditional相對照的 前兩種都是因為你有某個目的之後 所以理性告訴你你應該要怎麼做 那只有第三種是你沒有任何的目的 理性就告訴你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把它叫做categorical imperativ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們通常翻成絕對這樣 那你可能就是一個令氏 就是一個out 你應該要這樣子做 你看這三種客觀原則啊 是完全理性的人一定會去做的三件事情 你完全理性的話 你當然要達成某一個問題 你就會採取某個方法 你要達成快樂 你就會採取某些方法這樣 你就會覺得你應該要採取這些方法 對不對 那環境有包括第三種 你會覺得某些原則是 你就是要去做 不是為了任何其他的理由這樣 那categorical imperative 第三種就是 什麼樣子的原則 是每個人都會覺得他無條件要去做的 他其實用了幾種表示方式 但是其中有四種 大概是跟我們最密切相關的 一個就是說 你要去測試 某一個你行為的準則 他是不是道德 他是不是這個真正是屬於客觀的一個道德原則 因此你基於他而去行動本身就有道德價值 他必須要通過這個測試 他必須要能夠普遍化 必須要每個人都能夠把它當作他行為的這個準則 如果有一個你遵守的道德原則 是別人沒有辦法遵守的話 或者是每個人都遵守會造成災難的話 你說你可能會有一個道德 你可能會有一個主觀的原則是說 哎呀我平常不說謊 但是當我遇到危機的時候 困難的時候我就可以說謊 那他就問你說 如果你的這個個人的主觀念 如果他真的客觀化 如果每一個人都採取這樣一個原則的話 你會不會自我矛盾 如果你會的話 代表他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普遍化的這個測試 任何一個你自己的行為準則 他要能夠在道德上被允許的話 他必須要能夠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採用他 他必須要能夠讓每一個人都是能夠去有效的 客觀有效的 你才會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符合道德原則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這個普遍化測試 就是說當你要按照某一個你心中的這個主觀原則來行動的時候 MAX就是你心中的主觀原則來行動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去抑制 你必須要能夠去想像 要能夠去接受 你這個主觀原則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採用的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採用的 所以他這個主觀原則你會發現 測試通過的話代表說你是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測試不通過代表說你不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你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一樣 那從這兩者你可以推出 什麼是你應該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康德商就有操作了 他就說像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就是 就是你為什麼不能夠在困難的時候做虛偽的承諾 那是因為如果每一個人在困難的時候 都會做虛偽的承諾的時候 你做虛偽的承諾大家就不會相信你 你做承諾的時候大家就不會相信你 你看再說一遍 如果你個人的行為準則是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說假話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你這個行為準則 如果每一個人都採用的話 那結果會是怎麼樣 那結果就會發現啊 別人只要知道你的困難 別人就不會相信你說的話 對不對 那你的行為準則就是一個沒效的行為準則 一旦他被普遍化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再說假話再有效了 那代表說你自我矛盾了 對不對 就是你的行為準則如果大家都採用的結果是 你這個行為準則變成無效的話 那就沒有通過這個普遍化的測試 因為你就不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採用 那行為準則他之所以能夠道德是許可 必須要 你希望每一個人都採用之後 你會覺得你沒有自我矛盾 他還是繼續有效 你還會是 你會真正想要每個人都會採用這個原則 他才是一個客觀上 可以被你接受的一個行為準則這樣 所以他有幾種測試這個科普遍化測試的方法 不過大概原則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講完 他就是這樣 那他有其中另外四種表示方式 那我把這個講完就結束了 這種表示方式一個是說這個 人性就是目的本身 他怎麼講這件 他怎麼講這件 他在講說 我們今天已經如果都接受一個真正 讓你覺得有道德價值的一個道德原則 他必須要是每一個人都能夠無條件接受的話 如果你接受這件事情 那我要問你說 你人生中你追求的哪些目的 是可以真正被客觀普遍化的 我們都追求各種目的嘛對不對 那你可能第一個回應就是HAPPINESS 我覺得HAPPINESS是每一個都可以普遍化的 那他人會說HAPPINESS這個東西 每一個人可能對他內容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也是太模糊了 你再想想看 有什麼樣子一個目的啊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客觀普遍化的 就是說我並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去追尋這個目的 而是每一個人他都可以無條件的追尋這個目的 那他人就會說你發現你只有一件事情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能夠無條件接受的目的 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他的目的自身 就是說他不能夠被別人當作工具來使用 那別人把他當作工具來使用的話 他必須要也是 但是應該這樣講 這個更完整的表示是這樣 就是說你的行動他就要永遠把人啊 當作他的目的自身來看待 所以他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去利用他的話 你不能夠欺騙他 你必須要讓他知道你利用他的目的 然後他必須要也認同那個目的 那目的也是他的目的 你才能夠使用他 你做任何的行為的時候 包括對待你自己 你都不需要把那個人當作他的目的自身在對待 你不能夠只把他當作你的工具在對待 如果你今天要把他當作你的工具在對待的話 你必須要讓他也認同你的目的 讓他的目的也成為他人們的目的 你這樣才是尊敬他是他的這個 他是他 他是這個 他是有被你當作是目的本身在對待 他也把他自己當作是他的目的本身在對待 你不能把自己工具化成為別人完全的工具 你永遠要把自己當作是自己的目的在對待 你也不能夠把別人當作工具 那這樣一個把人性本 人做為每一個人都是他的目的本身 沒有任何人能夠當作別人的工具 這個啊也是我們所謂的普遍 每一個人都無唐經要遵守的原則的其中一種表示 這樣我們打開有道理 然後他就講說啊 你會發現你如果一安二都接受的話 你就不會接受說有某些普遍原則是別人制定的 如果這個普遍原則是別人制定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沒有尊敬你 是目的自身 你會覺得任何一個普遍原則都必須要是你也一起參與制定的 就是自我立法原則 你才會覺得你做為一個目的這件事情被尊重 所以所謂的這個每一個都會無條件接受的一個絕對定式的第三種表示方式 是說 任何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行為者 他要去成屬於某一個律法人的時候啊 一定要他要認為他是這個律法人這個作者 他不能認為這個普遍原則是來自於其他人 如果是來自於其他人 他就不會是被當作什麼目的自身在對待這樣 每一個都不需要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 這也是一個這個Cellic Republic第三種表示這樣 那第四種表格是人性尊嚴的來源 什麼叫做人性尊嚴呢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啊 第二個問題是說 有某些東西它的價值是不可以被交易的 沒有任何的市場可以去交易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完全不可被交易的一件事情 那代表說啊 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不會被交易的 那件事情就是說 那件事情就是你賦予價值的那個動作 它是不會被交易的 對不對 如果所有的價值都是來自於你的賦予的話 那你的賦予這個動作當然就是不能夠被交易的啊 所以你賦予這個動作就是人性尊嚴這件事情 因為只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夠被賦予價值 是不能夠被交易的 那就是賦予價值這個動作 那賦予價值這個動作就是立法啊 所以人作為一個自我立法者啊 就是人性尊嚴的來源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說 死刑有沒有尊重人性尊嚴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 這個 這個 不讓同性婚姻 在法律上有效 你有沒有尊敬人性尊嚴 那他們就會說 我們回來看 你有沒有把每一個當作是一個法律的一個自我立法者 如果你有的話 你才是真正有尊重他的人性尊嚴 因為你讓他成為其他所有價值排序的來源 只有這個動作本身 還有人作為這樣子的一種存有本身 才是人性尊嚴真正不可被買賣和替代的東西 那就是人性尊嚴這樣 出不來 所以我們有這個 四種客觀的 這個 這個絕對定次的這個表示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推測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大家慢慢在想 就發生越來越簡單 所以你為了任何人木天下的動機 去做某件事情 我們不會覺得你有道德價值 你之所以做這件事情 就不需要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好 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好 你才會覺得有道德價值這樣 那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好的 你為什麼會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好 是因為 它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五條件有效的 是好的 從少無期就是對的 每一個理性的人 都應該要接受從少無期 對不對 所以你之所以認為這件事情 行為本身 我就要去這樣做 它就是對的 這給我帶來到的價值 這是因為它對每一個人都是五條件有效的 所以可見對每一個人都是五條件有效 這件事情 是你的行動能不能夠成為 有道德價值的一個最基本的來源 因此它會說 那我們可以告訴你 可普遍 可普遍化這個測試 它就是檢驗 你在遵循你的自我的行為準則 是不是有道德價值的一個最基本檢驗的條件 除非你能夠讓你自己的行為準則 能夠被每一個人所普遍採用 而不會自我矛盾 而不會讓你覺得無效 而不會造成人類的大災難 只有你這樣子能夠去希望你心中的這個欲望 能夠讓每一個人都 你心中的這個主觀點 讓每一個人都採用的時候 你才是真正有通過這個可普遍化這個測試 那你才是道德上可以做的 如果沒有辦法通過 你就是道德上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也說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你應該去做什麼樣怎麼樣這件事情 那再譬如說 你看他有跑一個測試之間就是說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應該幫助別人 那你如果說我不想採取這個道德原則 我個人的主觀原則是認為說 不管怎麼樣都不想幫助別人 他可能會說你通不過普遍化的測試 可是他說你通過普遍化的測試 如果你要去 那你就要去假想 每一個人都採取這個原則 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的時候都不幫助別人 那到底對這個人類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子一個後果 康德會說你無法承擔這個後果 因為這個後果會讓所有人的這個 想要追求這個目的啊 沒有辦法被普遍的和諧的被發展出來 可是你的這個普遍化的一個思想 你應該要希望每一個人的這個目的 都可以被普遍和諧的發展出來 可是如果你沒有 可是如果你禁止 或是說你允許大家不去 即使有能力都不去幫助別人的話 人這樣子一種可以普遍發展自己的這個潛能 或是目的的這種 而且最後大家能夠和諧的這個 想懂的這樣一個狀況 就不會出現 可是我們的理念 事實上會希望這樣一個狀況出現的 我們會希望每一個人 如果有心動有什麼樣的目標去實現的話 他跟別人只要不相通的話 他都可以實現 我們理性會這樣覺得這樣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去服從一個原則之後 我只想要幫助別人的話 他就不會帶來這樣一個後果 所以你就違反了你的理性 會給你的一個 對於人的世界 該怎麼樣實現的一個建議 這個又稍微複雜了一點 不過你可以看到他 他在去推說你的這個主觀音樂 能不能夠通過這個普遍化測試的時候 他先假設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你能夠救他的後果 你有沒有自我矛盾 那你能夠救他的後果 當然有很多可辯論的空間 可是他的這個基本的推論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可譜變化的測試 他可以再變化從 變化成另外三種形式 一個就是說 人就是他目的自身 你不能夠把別人當作工具在對待 那你如果把他當工具在對待的話 你必須要他也同意這個目的 這樣他就不會純粹只是工具而已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你不能夠被當作工具在對待 你就是目的自身的話 任何對你進行立法的動作 都不需要來自於你自己 不然就變成只是別人的工具而已 那如果任何人感到都來自於你自己的話 那在第四個說明就是說 那人性尊嚴來自於哪裡 人性尊嚴來自於有某一件東西 它是絕對不能夠被交易的 我們才會覺得它有尊嚴 什麼東西絕對不能夠被交易 什麼東西是沒有市場價格的 它就是奠利市場價格這個動作本身 對不對 當我是我們這個社群的一個律法 一個共同的律法者的話 我們這個法律會決定 我們這個社群的道德價值的這個排序 所以是我作為立法者這個動作 在決定我這個社群的各種價值排序 我在決定各個東西的市場價格 那作為決定者這件事情它是不可被交易的 因為它是所有價值的這個來源 所以這就是我道德尊嚴就是我作為人的這個人性尊嚴這個來源 它的推論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可以大致上評論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做了這個推論 這個沒有名字 奇怪 它會說它不是從經驗得來的 如果它是從經驗歸納的話 它覺得這個道德有絕對命令這件事情 就會被威脅到這樣 我們能做一個理智行為者 必須要遵守客觀原則 但這種無條件跨言的本身會感覺到 這個 這是一件道德有價值的這件事情 不是這種經驗得來的 它有一個說法是說這個是 某種推論的過程 就是操驗唯心論 這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講下去 這樣我也沒有辦法講到馬克思 太抱歉了 那我還是繼續寫給我下去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謝謝 太恐怖了 這我在家裡 這 我是什麼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